首先恭喜上升或太陽天結座的朋友 在我的電腦壞掉的情況下 因為你們Youtube 上期的反應是第五位的好 無論是視頻、評論及喜歡就排在第五位 其實我以為出現金流就沒有了 因為電腦壞掉了 不過有好消息電腦真的剛好就拿回 總之我這個週末已經是初四、五位 但我忽然覺得算了不足夠再製造了一個 然後就是因為你們今晚排第五位 所以我這個週末也製造了你們這個新聞片段 但其他那些真的沒有那麼幸運 應該 所以 所以 對 可以看到 原來努力付出是有回報的 努力去看影片 努力去留言及讚好是有回報的 好 來到努力五月的星座運勢了 跟人會有一些合作的機會 尤其是一些商業合作 但這裏就很搞笑 龍鳳鬥 他聰明你都不笨 我忽然想起 其實 書面語的中文有兩個說法 第一個就是 大家都不是散遊的燈 OK 但是有另一個更加好的說法 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大陸會經常用 就是說 大家都不是吃素的 也不是吃素的 OK 但是台灣的說法 大家都不是 只好只心的人 大家都 有這麼厲害 我覺得 大家都不是吃素這個說法 很形象化 我忽然之間 想了很久 其實就是 咦?廣東話有沒有差不多的說法 大家都 厲害的 但是厲害不夠全神 大家有沒有一些 想到 廣東話的那個相比是什麼 OK 總之 大家都很聰明 所以 放在一起的時候 這個合作關係 就會有很多利益的掛角 而沒有真心 沒有真情的存在 是有很多假情假意的 但無論如何 其實 搞生意你都不是為了認識朋友 但是自己要知道 原來是這些合作關係 就很難跟他交個心出來 還有就是說 都要小心一點 因為其實對方都是非常之精明的 OK? 甚至去到有一個邪惡的程度 但是再說多一次 其實 其實 你都不是 一個 純潔的聖母 OK? 好了 但是Anyways 我想說 萬大使也好 其實等了 水液過了之後 就會安全一點 OK? 那水星疫痕 我最近在我的項目 都不停在這裡說的了 其實不單是最近才說 我根本是由 就是最近那個簽聲大預言 OK? 2021下半年 人人看路 那時候已經說了 今次水液 在雙子座的那個厲害 OK? Anyways 但是就算不等水液過了 你想早一點的話 都起碼等6月25日之後 才去真的去簽約 做這些合作的東西 好 那如果不是生意合作呢 但是都可以是關於一些生意 和商業的 就是說 你可能有一些可能性的客戶 對你那個影響力都很大 尤其是如果你們真的要有一些簽約的行為 例如你做中間人 做經紀 就是保險 地產 別人要簽約 對不對? 但是呢 都是建議過了水液 如果想早的話 就起碼都趁過了6月25日 先去簽約 為什麼呢? 因為原來這個客戶 都可能會有一些抹騙的行為 OK? 可能他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一個客戶 怎樣去騙一個經紀中間人 這個是你自己想的 OK? 但是自己都要有一些自保的行為 OK? 又或者這麼說 我不要代表到這個世界這麼壞 大家這麼邪惡 但是起碼你這個簽約的過程 如果你不等水液過了 或者你不等6月25日之後 會有很多的變化 OK? 很多的亂狀 可能簽約東西 交流文件 或者簽錯名 你都不想的 OK? 好 另外農曆五月呢 會有一些人去找你們做中間人 做和事佬 去調和兩邊的關係 但是在這個事件上面 你們會做得挺好的 建議你們幫助別人 讓大家的關係好些 帶這個和諧給世界 其實都是一個功德 天都會相應給你很多和諧的關係 另外,就說起和諧這個事情,其實也是一個引致,就是說你不單止戴和諧給別人, 但你自己也拜託天傑的朋友們,都保持你周圍環境的和諧,就拜託口密一點,不要是非當人情, 因為這個農曆五月是注定,如果你是爆別人的響口那些東西,你最後是知味道的, 因為可能最後人家會爆你的秘密,或者最後這件事水落石出,你會心敗明裂, 不要說心敗明裂,但是會傷害你的重點,以後大家都不喜歡說話給你,還有這件事是會曝光的, 所以呢,現在開始就去停止這些反後覆舌,就是兩舌的行為, 在佛家的角度,我們叫兩舌,兩條理的行為,OK,不過anyways,就算我不是尖望的未來, 我亦都要提一下你們,但是這件事就是Karma,因果,就是說,你們很容易過去有那些壞事, 過去有那些秘密,在農曆五月會被人爆出來的,OK, 那這件事就不由得你控制了,因為這些是過去的事情,他今時今日要成熟,發展成那個果實,要開發結果, 那你都沒有辦法,所以唯有人只能控制什麼呢?就是現在,是不是? 每一個現在都是一個新的未來,你只要控制好現在,你就不會為你的未來再種更加多的惡因,OK, 那就在這裡共勉之,OK,跟著繼續說,麻煩,不要冷到,尤其是如果你們之前已經預訂好了, 如果要做身體檢查,或者要做手術,或者要做一些什麼的治療,OK, 就不要說,哎呀,今天睡晚了,算了,改期了,是的, 或者,哎呀,今天天氣外面很熱,下雨,哎呀,算了,打給我醫生改期了,OK, 任何有關身體治療,檢查,檢查那些這樣的事情,麻煩你越快做,越好,是的, 因為真的分分鐘會有一些驚人的發言,然後當然我們就說, 病向前中醫的嘛,是不是,所以你趁他未成癮的時候,你快點找到什麼事, 那你就有快點時間去做預算,不過呢,同時又有一個聽到幾矛盾的消息, 就是說,你又不要太過急去找醫生,或者應該這樣說, 嗯,你不要太過over rely on一個醫生,是的, 你起碼找多幾個醫生,你不要,你不要急著, 相信一個醫生的意見,但是你同時,廣立忠言,為什麼呢? 因為呢,這個宇宙呢,就有一點點跟你們對著說的, 即使你們找到身體有一些毛病,但是同時呢,那個貴癮, 那就是醫生,是不是,就是你有病的貴癮就是醫生, 那個貴癮運呢,就比較差,就是說,甚至可能, 甚至是去到一個小癮運的了,就是可能你會遇到一些容易, 黃綠醫生,OK,所以為什麼提你,不要相信一個, 是的,因為如果你只是聽了一個醫生的意見, 很大機會其實他就是黃綠醫生,OK, 但是如果你聽兩個,但是那個機會率會降低, 即如果你遇到兩個黃綠醫生的機會, 是不是只有25%,是不是,因為你一個人就50, 那兩個人50乘0.5乘0.5乘0.25,是不是, 那你聽多些人的意見,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小癮運的機會率降低, 那這個就是趨急避兇的方法,OK,好, 還有,記得,當你真的要接受治療,OK, 如果你本身是有買衣服的話,那些醫療保險, 那你都查清楚,你這些東西包不包,OK, 如果他真的不包,就是我擔心你最後, 你以為很多東西可以claim得回,但是原來不行, 他就會無端端令到你破財,有一些不預期的破財, 我最後都會去提這個信息給你們,OK,好, 其實又要賴水液,這次這個水液,對天蠍座的影響是比較深的,OK, 所以,如果醫療保險不包,破財,就會應驗了這次水液, 原來尤其是對天蠍座就是有一個破財的壞影響,OK, 最後會說的,好,跟著, 不要移民,OK, 天蠍座,無論是上升還是太陽的朋友, 農曆五月,不要移民,或者不要搞移民, 聽清楚,這個是in general的, 但是如果有算命的朋友, 找過我算命或者占卜, 就算你們是上升或者太陽天結, 如果我說你們是OK的, 這個農曆五月是可以去做這回事的, 農曆五月就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西曆的6月10號, 因為我在星運才會用農曆去說的, 但是平時,就算你找我占卜算命呢, 我都會說回西曆, 就是6月10號到7月9號,OK, 那如果那些, 你做過我personalized service的人, 我說過你移民是OK的, 那你去吧,OK, 那你不要聽完這個錄音之後, 就說,蛤,你又說我可以去的, 現在又說不行的, 現在這個是general的,OK, 不要怕,不要擔心, 不聽清楚, 但是當我看過你的個人的盤,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metricating factors, 有很多其他的吉星, 那如果那些你是OK的, 那你就移民了,OK, 好, 但是為什麼, 如果你問, 為什麼不要移民呢? 現在風頭火了, 蛤, 政局那麼差, 不是快點早走早就好嗎? somehow, 不是咯, 金國農曆五月為什麼呢? 因為一些外圍環境, 會對著幹,OK, 包括可能, 什麼叫外圍環境呢? 我當, 打疫苗,好嗎? 那因為你, 現在要移民, 就一定要打疫苗, 是不是啊? 好像是, 那這些是叫外界的因素, 但是可能偏偏, 金國農曆五月的疫苗, let's say,OK, 就會特別是影響到, 天蠍座的朋友咯, 令到你們更加不舒服, 或者甚至真的拿東西上報紙, 或者現在都不會上報紙, 他們不公佈的嘛, OK, 或者我不知道啊, 有些法律, 有些文件的東西, again, 水星逆行, OK, 會特別是衝撞到天蠍座咯, 即是詳情我解釋不了為什麼, 但是總之, 這裡看到一些外圍環境的事情, OK, 好, 還有一件事就是說, 因為山高皇帝縣, OK, 那如果你要移民, 那你也同時要處理一些國外的事務, 是不是啊? 國外的policy, 國外的文件, 或者你已經是預先去穩定國外的那個, 那個, 那個業主啊, 是不是啊, 你要去租屋啊, 要去搞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這個農曆五月, 你們有一個theme, 就是叫做山高皇帝縣, 太遠的事務處理不了, 太遠的人管他不了, 指援不了他, OK, 那所以呢, 所以, 九移民這些事情, 當然就是, 正正犯了這個禁忌, 但是, 再推而廣接, 原來, 任何, 太遠的人, 是的, 太多想不到你的人, 你不要相信他那麼多, 因為很多事情, 他會陽奉陰違, 所以, 例如我當你是一個老闆, OK, 你經常在家裡搖他指揮, 你就不理你公司的員工在做什麼呢, 你要小心, 農曆五月, 他會穿跪痛底, 好, 到最後, 最重要的訊息, 就是今次水星翼行, 你們會破財, 是的, 水星翼行, 即是, 他會, 我都經常說的, 每一次水翼呢, 他有common theme, 有一個general theme, 但是每一次都會有specific theme, 例如我經常都說, 今次水星, 雙子座水星翼行, 就是你會遇到很多, 親朋戚友, 親朋戚友, 或者是一些鄰居, 街坊街里, 或者是一些學生時代的人, 或者是一些舊同事, ok, 這件事我不斷在這裡說, 這個叫一個specific theme, 但原來對每一個星座而言, 都有individual theme, 更加當然, 就對於每一個人而言, 但我不能夠去到全世界這麼多億人, 難道每個星盤都去說嗎, 好, 但原來對天蠍座而言, 這次的 theme 是叫破財, ok, 所以可以包括, 即是我當你不見手機, 壞的電腦, ok, 然後這裡又會吃水翼, 專門壞電子東西的那個衰運, ok, 又或者我當破一些開心的財, 例如你們買一些新的交通工具, 代步工具, 包括單車, 電單車, 車這樣的, ok, 其實總之在過去這大半個月, 或者接下來這個農曆五月, 都會是破了, 繼續破, 這樣, ok, 如果破財的時候, 你們就想快點賺錢, 這個呢, 會是一個非常之壞的 idea, 為什麼呢, 因為我同事, 我要提醒你, 記住不要去trade, 做一些貿易, 尤其是如果是牽涉外幣, 一些不同的政府債券, 尤其是一些外國的債券, 或者你去炒外國股, 或者去玩crypto, 因為crypto很明顯一定是美國的嘛, 但凡這些外面的事務, 上面都提過你, 山高皇帝縣, 不要去搞一些外國的東西, ok, 如果不是呢, 你就很容易輸的, 除非你說炒港股, 那會不會好些呢, 可能好些的, 但是港股現在都沒有得炒, 現在都全部, 根本港股那些都不是港股啦, 大陸股那些嘛, 香港有多少真是本地的公司呢, ok, 所以, in general, 我會說其實容易輸錢, 當你去搞這些還財投資的話, ok, 反而我會勸你, expect一些舊的錢突然回來, 幫你去鬆一下你的荷包, 那什麼叫舊的錢突然回來呢, 別人以前欠你的債, 或者不知哪個機構無端端退款, 或者甚至是以前老闆欠你的薪金, 忽然之間會補回給你的, 又或者真是好不行的時候, 問家企的長輩去借, 記住, 問家企的長輩去借, 最後提回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 Ig, Mimi, YouTube, 都記得要click開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蛋, 說真的, 我塔子亂林星運, 都算是在玄學界裏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OK, 就算有時我講宇宙大事, 我都是根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那些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星師, 是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15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星雲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是給大家一點點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雲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恒星銀行的那個恒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恒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他就未必每一個月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呢, 就會留待回到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啦!